近日互联网媒体曝光了一张国产新型潜艇的照片 对此有军事专家对火线军情表示 从照片来看 该型潜艇围窍后方有明显的凸起 综合其外形判断 该型潜艇应该是传闻已久的093B型攻击型核潜艇 此前外媒有大量关于该型潜艇的猜测性报道 以及所谓的该型潜艇的卫星照片 但从未得到过清晰照片的确认 如果此次曝光的照片属实 那么这将是首张公开的093B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清晰照片 此前外媒曾根据卫星照片推测 解放军现在已经装备两艘该型核潜艇 该潜艇除了在水深电子安静性能方面 比093基本型潜艇有所提高 最大特征是在指挥台围窍后方 有巡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攻击型核潜艇装备垂直发射系统 是世界较为先进的技术 目前世界范围内 现役的攻击型核潜艇 只有美国洛杉矶级6881型弗吉尼亚级 以及俄罗斯亚森级配有垂直发射系统 垂直发射系统对093B型核潜艇作战效能的提升显而易见 首先 垂直发射系统使093B具备了全项攻击能力 在碎形对海上目标作战任务时 潜艇不再需要将舰手朝向敌人使之进入自己的射界 即减少了调整射击角度需要的机动 降低了攻击前被发现的危险 也使潜艇在完成攻击任务后第一时间脱离战斗 提高了生存能力 其次 垂直发射系统使093B持续作战能力提升 在核潜艇理论上续航时间无限 在艇员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 补给一般只出于补充弹药和生活物资的需要 有军事专家推测 按照国内的导弹发展情况和相关资料来看 该垂直发射系统除了可以发射英机18的反舰导弹之外 还可以发射长舰石英机63等型陆攻反舰巡航导弹的能力 这进一步强化了093B碎形防区外超视距远程精确打击与对陆攻击的能力 而且垂直发射系统作为一个武器发射平台 也为下一步可搭载的武器和设备提供了良好的扩展性 使093B具备碎形更多类型任务的可能 因此称垂直发射系统为攻击型核潜艇的效能倍增器毫不为过 最后该专家还称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特种船舶制造行业以及电子信息产业方面 都取得了重大发展 如果互联网流传的照片真实 那么意味着这款潜艇在武器系统 动力系统 信息系统 噪音控制 水面探测水平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声纳探测 电子设备以及静音性能等方面 都将有长足的进步 其技术水平很有可能接近或者超过 美国的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后期改进型号